最近不少民众收到新一期的电费账单之后都发现费用暴增了 有人在社群发文说自己家里头不过25平的房子 有一台旧的窗型冷气再加上三台分离式冷气 夏季电费一起17000多块钱 比有冷冻贵的朋友或是营业的店家还要贵 看到这个17000多的电费 对此网友纷纷回应说旧型的冷气非常可怕 非常耗电 以前旧冷气只吹晚上 竟然跟变频吹24小时电费差不多 同时也有人留言说我家上期也是六七千块 现在养小婴儿成本真的很高 还有人说这个冷气跟用电习惯问题蛮大的 同时说你家电费17000多块 而且这个电费平均用电的电度 比其他铜洞的多出了450% 同样是财经话题 是欧盟控诉不公平的竞争 把台湾告上了WTO 原来是因为封电产业 有国产化比例限制 一旦开放的话 你手中的绿能概念股是否会受到冲击呢 我们来听专家梁启元教授的深度分析 因为我们现在变是因为国产化 然后所以有相关的供应链存在 那如果到时候我们被迫要开放 所以我们的供应链会受到很大冲击 因为我看很多人都在买相关的能源股 我们涨得很离谱 相关的股票 但是你知道 那其实这些所谓国产化 是从宽认定 很多东西它是进口的 在里头组装 焊接组装 很多的材料 那些都从国外进口的 都算国产化了 不然的话达不到 我们的了解是这样子 所以你也必须要灌水 不然怎么办 所以说不定 这些公司的股票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关乎你我荷包的还有9月 马上又要开店价审议会了 到底这个店价会不会调涨呢 最大涨幅又是多少呢 另外天然气的价格跌到了低点 相关产品是不是可以投资 更多内容 请锁定今天周六晚间6点 在中天电视中天彩天频道 同步播出的全球正经周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